對 今天是 新興火體龍蝦簡單全燙之後 再用奶油下鍋油煎 加入白酒 瞬間燃起火焰 一整隻的龍蝦 還要烤個三分鐘起鍋敗盤 配上歐姆蛋 香腸 麵包 水果 這一道豐盛的龍蝦大餐 竟然是早餐 這是龍蝦波斯頓歐姆蛋 上菜囉 早餐就是龍蝦 會不會太罪惡 這超威 超狂的早餐 就在台中 業者說早餐吃牛排已經不習起 他推出龍蝦套餐 每天限定五份 天天被訂滿 吃到這龍蝦我覺得 物超所值 智慧票價 奇異值超高 我本身也很喜歡吃海鮮 那我就去土豪奇想一下 有沒有辦法把海鮮跟早午餐 去做一個結合 除了龍蝦 還有螃蟹 以黑胡椒等香料 大火快炒活蟹 讓黑胡椒的精華 巴伏在每一寸蟹肉上 這是新加坡招牌料理 黑胡椒螃蟹 滿桌的新加坡活蟹料理 有黑胡椒 辣椒口味 還有焗烤波斯頓龍蝦 一樣讓老饕一口接一口 停不下來 那當然台中消費力 其實是不可小覷啦 所以說不定 它會比台北更高 新加坡知名餐廳 插旗台中 搭上秋季品蟹熱潮 台中人吃海鮮 不只中餐晚餐 就連早餐都能吃到龍蝦 實在很霸氣 3075連經文 陳正棟 江俊陽 陳正棟 偶鹿 陳正棟 偶鹿 龍蝦 萌酒